欢迎来到林老师课堂,一个财商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销售高手养成数四 顾客关系销售的核心 销售成功的核心精髓 是与顾客建立并维持高品质的关系 做到这点的唯一方法,就是信任与信誉 专业销售其实很简单 整个过程就是说服别人相信你的产品或服务物超所值 你的工作是要证明 这是可以用钱买到的最好解决方案 影响销售成功的关键因素是风险 销售专业人员所做的一切 都应该直接从顾客的角度出发 力求降低风险 要降低风险,你得 一做个好听众,真诚而充满同理心 二,值得信赖,这就意味着要保守机密讯息 三,建立长久关系,让顾客知道 你是真心惦记他们的利益 而非自己的利益 四,成为顾客的朋友 总是毫无保留地为顾客助想 五不批评任何人包括你的直接竞争对手 六,接纳顾客的本来面貌 不加评判 七,把握每个机会表达你对顾客的肯定 给他们赞美 八,透过大大小小的举动 小如,展现礼貌 大如,写感谢函 表达你的感激之情 九从顾客身上,或他们的成就 找出一些让你真心钦佩的地方 然后将这份情感表达出来 实觉不争论始终友善随和 十一专注 别分心了 自1970年代以来 销售流程有了巨大的转变 在此之前 大家普遍采取的销售模式如下 建立良好关系 评估潜在顾客 进行销售提案成交 然而 现今流行的销售模式 已经扭转时间损配的方式 新的销售模式如下 建立信任 了解具体需求 到提出满足需求的解决方案 确认并成交 您学会了吗 接下来请解锁下一个技能 销售专业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